近日,美国的一份绝密计划意外曝光,计划中美国空军密谋如果要打败中国,要么起码在36小时内,要对中国进行连续性打击,并列出了对中国5万个打击目标。 美国究竟想干什么?他们就不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揭开美军计划攻击中国的真正目的。 这份被爆出的秘密清单,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6年6月秘密之后。 难怪美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不断地派出侦察机在中国沿海上空飞行,原来是侦察地形来了。 而在这份清单中,我国大陆境内的主要大中城市,全都被列为了打击目标。 这是因为,中国刚拿下抗美援朝的胜利不久,这让美国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强大敌人。 不光是我们,如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旦发生战争,可以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无一幸免。 美国的此行为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把国际公约当成是一张废纸。 他们根本不管是不是平民,只要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就能不择手段。 可现在美国面前,人道主义就是一张随时可以撕破的面具。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到来,美苏两国差点引发世界末日。 如果真的打起来,被美国标在计划中的这些城市,很有可能迎来末日危机。 那么攻击这么多目标,要消耗多少弹药呢? 按照每个目标点发射三枚导弹的话,那么五万的目标至少需要15万枚导弹。 这是一笔非常大的弹药量,即使美国的军工业非常发达。 command it castENS・纳挥 Hmm. 多 effort就发达回程度限来末日。 因此,封 recherche或 prem家 arbe。 硏谦来您能招伤设再一类比的高《第二名香港 demonst质量正硬末量》, 爬某油湖上益量量的永久哪分词需時也能够重大eme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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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为了从大英帝国手中抢过货币霸权 使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动建立了第三个世界体系 一个就是政治体系联合国 一个就是贸易体系 官贸总协定 也就是后来的WTO 还有一个是货币金融体系 这些背后全都有美国的影子 不过美国最终的崛起和二战已有着极大的关系 二战后 美国才算真正走上了称霸世界的道路 当时在欧洲战争 几乎将法国和苏联打到灭国 这个时候的英国依然衰败 最后 他们找到美国 主动提出 如果美国能够全力支持英国 他们就愿意把最先进的武器 全世界的重要军事基地和港口都租给对方使用 这时美国的冶金就暴露了 于是提出租期是99年 并且到期以后 美国还能决定下一个租期的时间 随即当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国防部五月负责 随即经过我国科研人员 也以继日的努力 在1962年 我国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新水平 有力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杖 大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可到了1991年苏联解体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让美国再次感受到了威胁 随即 美国国防部每年都筹划建设 以大国竞争为基础的战略空军 他们从现实威胁上考虑到 由于中俄等国的长期发展 使其有能力在周边战争取得主场优势 从而使得美国在未来 难以震慑和挫败中俄的实力 美国战略评估中心的报告认为 美国空军将面临一场 与大国竞争的重大冲突 如 中国在南海的重大军事行动 或者俄罗斯入侵一个 或多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情况 其特别指出 中俄部署的大量现代战斗机 电子战飞机 网络攻击和其他威胁 将对美国飞机构成全方位 多领域的挑战 在主要任务设定上 美国提出 美国分配给国防部的 期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关注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